好了,Hello 又是我困難的時間 現在趁沒有人 買板的充電了 補充電 寶貝 添加裡 夾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实验什么叫做遗控车 没错 还有什么班 补充一些亲子班 可以什么 任何年纪 任何人士 你有兴趣 想玩的都可以 只不过我们是叫做亲子班 名字是没有 没错 接着我们还有什么 我们还有 其实我们现在搞一个叫做初班 基础是一张白纸 由头未玩过车的人学的 会有中班 高班 竞赛级 和个人班都有 其实现在搞的是青少年和小朋友 但之后会有大人 大人班都有 留意一下 等等 记得在我们的Facebook公布 或者上去我们的网页 我们的网页正在行的 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 因为我们的网页正刚刚走 可能未上手也未定 没错 有什么留意给我们 留言 下集见 拜拜 哈啰 哈啰 我们看见到哪个 有没有看转回落 有 非常好看 先介绍一下自己 好 普通 说什么 不知道 哈哈哈哈 有看转回落 有看 每集都有看 每集都有看 非常好看 看完再看 好 好 没什么要问 多谢你 小弟 小弟有个建议 因为我之前也建议过 你如何去找你自己的 开车风格 你是喜欢 醒目型 还是喜欢 蠢顿型 有两个做法 第一 就是 你计下停 头六 尾五 接着 车高 是头四点五 尾五 第二个做法 就是 down stop 头五尾四 尾高 头五尾 5.5 这两个数 基本上 你拿起 droop 是一样的 但走出来 是两种极端 不同的感觉 很难 头尾一样的 为何你会计下 头尾一样的 不是 即使我这两个数字 这两个数字的比较 你要和droop 你才可以比较到两个比较值 对不对 我现在比较这两个数字 你就可以知道你是喜欢 醒目型 还是蠢顿型 头六尾五 是醒目型 会进攻的 头五尾四 就是 阿白 很容易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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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白 你们可以试试这个方向 那就会比较容易 找到你自己 心目中的那杯茶 先试试吧 因为这个是我们转弯又落 会告诉你 你问全世界的人 都不会告诉你 为什么会有这种事 油袋 一千粒袋 买杯茶来喝 我常常骗茶喝 不要紧 弹弓的我们继续 之后再继续 都可以说很久 为什么 弹弓为什么 常常都说 有些人都用2726 2727 那些数字 那些数字 那你 你是喜欢用 不是 我是因为 视乎车速而定 头用什么弹弓的 但是我尾 几次都离不开2627 那你是喜欢用 漸进 还是普通的 应该说 尾是惯性 都是用 中间的Number 2627 这些正路Number 这个是胆拖来的 不是2627 这些Number 直弹弓 只不过Linear 那你的头呢 那你的头是喜欢用 那你的头是真的 根据你车速而决定 如果你 譬如我那台车算 如果你是冰棋 13.5冰棋 基本上你可以用Linear的27 解决 已经 四条27都可以 因为以前是什么的 以前那些Xray人 一世都不换弹弓 因为大佬是这样 我就是这样 是不是 大佬是男人 我是男人 我当然是跟 就是这样 对啊 我的弹弓是2528 和美26 那我的弹不是的 原创说明书 叫你用四条26 你跟着他 我的弹不是的 我就叫你用 哇 很棒啊 那就是冰棋 现在有分 不一向都是要分 现在玩 魔念牌高级了 哈哈 哈哈 我借灯纸巾 很生气 哈哈 sak 真是严竖 好卷喔 I'm a lawyer 你就是視乎車粗,那你呢? 總之我簡單一點,我鬆脹會硬一點,車尾就均勻了 但是圈彎也會蠢的,是不是? 那你脫尾的時候,你理得車尾是蠢不蠢的 你脫尾那麼難駕,你以為我是U18嗎? 走到2526,哈哈哈哈 你照著來駕? 真的嗎?2526? 即是走到2.5那些 2.5尾,剛才才有說 四條彈弓那些車 你走到2.5尾嗎? 曾經,這裏 他說曾經那些,嚇死那些 我也不會駕駕駛車的 哈哈哈哈 意思是out了 哈哈哈哈 但是2.5我真的沒辦法 不是啊,我反過來說 我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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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什麼,Sakura 什麼,什麼,什麼 又說Sakura Sakura Sakura 什麼,什麼 粉紅色那一袋 粉紅色那一袋 對,粉紅色那一袋 那時候,那些人問我 嘩,暗風年前的 不是啊,都是 你想想,長彈弓的時候我用RI8 RI8 最軟的那一條,8 蛤? 真的啊 你說那個U18 對的,我看你的人都不懂得 對的 我又幫他啊,我有用過這些 這樣的號碼 不是啊,更經典 是Modify 頭是用RI8 傻是有傳染的 你看看這傢伙已經知道了 現在你看這傢伙還不是 這個setup書有寫一個出來 RI8 哈哈哈哈 但是我發覺什麼呢 如果你用這麼難彈弓 那條胎呢 一定是很grip的胎 你的胎是grip 就要用這麼軟的 都是的 就是 基本上 你不可以違反這個市場的定律 胎又咬啊 蛋弓又硬啊 油又稠啊 就動到直一直啊 這樣是死人的 基本上 沒有可能發生的 這條胎一定是超咬的胎 才用到這麼軟 我們說的所有東西都不是一個極端setting 我們正在調教你們 是一個中規中規的setting 我們的車子 打到任何場合 任何地方下雨 我們都行到的 就是這樣 千萬不要追求 男人最貪心的東西 你30度啊 我35度 你用王冠 我黃冠、藍冠、黑冠 全部加進去 死金的 千萬不要做 四扣再加上白色 滿意味 所以千萬不要這樣做 尾的尾就是這樣 你會不會喜歡用漸進頭呢 有時尾的太大彎放進去 擺不到 有時會漸進尾 等它下 尾的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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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沒有試過 有時尾的尾 有時尾的尾 好像轉不了彎 擰不進去 你又想遠一點 但一遠一點 尾的尾會突然間沉進去 車子又會出不了彎 你覺不覺得 你覺得自己是屬於 駕車的風格是甚麼型 我以前玩十二仔 我都是大手一點 我不敢說 所以我先問他 我都是大手一點 尤其是小動作 我不會慢慢擰 一下子放很少 但擺得多 他比較野蠻 他不可以用瘋狂 瘋狂不是這樣 我只是形容他是野蠻 那開得快就行了 快我不快 很穩陣 快我們就不是這個年紀 快是那些 18、16、17 那些 鎮水型 我們是遊車學的 有 2 時 1 1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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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哇,看過走資都分不到它 是 它不是一般轉 很恐怖 那你呢? 我? 彈弓? 其實我都是比較普手的 尾長期都是2.6 2.7 比較穩陣 反而有時候會減一下尾 在那裡玩 彈弓都不會改太多 尤其是有ARS 弄尾拖是很方便的 有時候都不知道自己走到幾度 掉尾又加多一點 掉尾又加多一點 不夠轉就減少一點 自己覺得好像難拿 又加上去 看來最常玩彈弓都是我們 對 其實我也少 因為基本上你走到那套彈弓 你走到就走到 就你手 手就長 就Layout 其實基本上 加加減減的東西 那套彈弓你走到的話 理論上你會走到地球上所有地方 因為都是你走出來的 我回來說說彈弓 X-ray 的彈弓 和Ason 的彈弓 我之前也是自己試 和一輛車比較 又是有些不同的 雖然那個 硬度接近也好 X-ray 好像是容易炸 X-ray 偏軟的 彈弓的嗎 X-ray 的彈弓很軟的 X-ray 沒看轉彎的 X-ray 我就講過了 X-ray 我也不答他 X-ray 先黑後白 X-ray 這麼恐怖 X-ray 有人提議 用胎水的 X-ray 先黑後白 X-ray 先黑後白 X-ray 先黑後白 X-ray 我只有黑 X-ray 我哪有白 X-ray 我們只有黑 X-ray 這些東西 X-ray 我不理他 X-ray 我先用自己的東西 X-ray 我不理他 X-ray 我先用TRC的東西 X-ray 真是很咬 X-ray 看來我真的很多 X-ray 咬嗎 X-ray 說這個話題 好像我特別用得最多 X-ray 彈弓 X-ray 每次都不同的 X-ray 車就沒辦法 X-ray 因為避震的長度關係 X-ray 找彈弓會比較難 X-ray 除非 X-ray 要把油 X-ray 搞定了一個 X-ray 譬如你很稠油 X-ray 因為現在的車 X-ray 怎樣稠油 X-ray 按下去也是彈弓床 X-ray 一樣 X-ray 閃彈弓的 X-ray 一樣 X-ray 一樣 X-ray 基本上 X-ray 都可以全焦過 X-ray 的 X-ray 現在你無法搞的話 X-ray 找油去避震 X-ray 因為你的油壓客 X-ray 特別尺寸 X-ray 還有 X-ray 選擇 X-ray 它沒有出一些 X-ray 更細小一點 或者只有三孔不是四孔那些 所以你現在是比較難遷就 比起我、比起我、我覺得 你現在的鼻震這麼長的話 理論上是用三孔的 因為你逼球嘛 你逼球,你的油壓行程這麼長 你不用結油就搞不定 但是你用結油就有那樣就沒有那樣 所以是逼著要換拍的 但是你又沒有option拍,所以沒辦法了 可以把那些孔放進去 科學家又來了 AA超能膠 這些已經很久都已經在玩了 不是新東西來的 你說得對 我只是說,你們沒有試過嗎? 不要騙我了 我們就提議他,讓他先試試 把拍 這條胸在下面,這個拍 向上那邊 你那四個孔 找個啤把 弄四個啤把孔 讓他推上去的時候 有多一點阻力 讓他慢一點 唯有是這樣 這個我也試過 這個我也試過 你什麼都要做 很簡單 我提供多樣東西給你 張國柏 你弄一塊薄薄的Nixon 蓋在底部 或者蓋在表面上 那推上去就慢一點 不行,是不是頂住耳機也好 不會的 因為有什麼廠 Kawada這些小廠 是出過有這樣的拍的 是出過這樣的影片 把底部和表面都不同 是啊 是呀 有分別的 你推上去 慢就是拉下來快 對呀 有沒有試這些東西 講開油壓 上一集有人問 彈心、縮心 有什麼分別 你答吧 彈心、縮心有什麼分別 我問我輛車 沒理由有我問那個人回答 阿君 這個不適合規矩 我回答你 有,經常一點 經常 為什麼呢 因為有時候我玩 那些車不夠反應 我就是很喜歡用彈心的 因為彈心可以解決到這件事 就很快做到 那你帶了一張 就是有一枝油在那裡 滴幾滴 扭上蓋子 彈到你覺得對 那個level 就可以了 但是會變的 這個缺點 就是你玩 你不要想著玩整天 是可能他 玩機轉要跟一跟 但是你會不會在頂上加粒棉 可能是MASSING那些 以前有試過 我想起我 不喜歡 那個感覺 太彈了 是 很難去控制 但是不是啊 X-ray 他是跟一塊薄棉給你的 是,但我沒事了 所以我為什麼說不要問我的家呢 為什麼呢 我喜歡嫁棉的 對呀 對呀,他傳扮的 哦,難怪你經常說 胡莉拉丹會脫尾 拉手仔 不是 不是,要是就加綿 現在才說這些 哦,讓我錯到的秘密 難怪這麼快 難怪想死我們 原來他考我們 你現在要加綿 哪有加綿呢 你真是有病 即使我說 因為我那一架 你做縮心的機會率 你是很難做到縮心的嘛 你都說過不要吸下去的時候 是的 他經常說昨天的東西都不記得 我自己砌車又在問我 怎麼記呢 現在是流行的 現在是流行的 不縮不彈 你推多少就動多少 拔多少就多少 現在是流行的 停了 這樣會怎樣呢 中性 是的,規矩很多 伏地一點 如果你真的縮心的話 你的車會感覺到 在地上的 但是你的反應會感覺到 很蠢 很蠢 很慢 那會不會頭彈尾又不彈 或者頭彈尾又不彈 或者頭彈尾又不彈 那些 你有沒有試過 這個也是設定之一 看來你試得多 是的 我問也不會不回答 我們一定不會這樣做 直接回答 通常一會是四條彈 一會是四條不彈 或者縮 我會的 我會動的 我會有時候動的 有時候油麻地去玩 反而會太咬 沒有彈 對,彈心 那它沒有那麼容易反車的問題 可以解決 可以的 不過 你彈的那一刻 你要設定到 支針是平均的 即是不要彈得太緊要 不要完全難 在裏面 是的 逢彈心 其實要平均的 你每兩節兩節 是不是 是的 如果不是的話 你會側向彈的 其實都很難控制的 說真的 它才會變的 你每一段時間都會變的 是的 但是很快去解決到一些 一些複雜的問題 是的 這些是臨場 屬於臨場去解決 我會覺得 你彈心 首要應該是臨彈弓 先 你又彈心又硬彈弓 我經常說 那條心 你落不到那裡 就不轉彈 你經常都頂住 我就不轉彈 正常是這樣 不是啊 我都是用臨彈弓 是的 彈心 是的 為什麼會這樣 什麼 你啊 我每彈心的時候 都2629 不是啊 都說你的車的問題 你的避震的問題 我每彈就是2629 一彈就是2629 我們說普通的車 普通的車 一彈就是2629 普通的車 普通的車還能說到 連輪的車 我彈就128 你講這些 你這輛車走 都不是走C左 你那些單停車 你試試走頭六尾五給我看 我不會講這些 我只是說 我們的Droop 走路 是華人 沒有個人的車正常 U18那輛是不正常的 哈哈 那輛車收一顆螺絲 但我捉它 那輛車是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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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理不懂 那輛車是沒有個性的 哈哈 一天就去到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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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跟又不去到盡 我在這裡 我講兩句 最重要 其實你那些什麼彈弓號碼 買硬一點的那些不害怕 你買了有用途的 你什麼車都會對的 標準那些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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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正常 正常 正常 對 因為你每次試到不同的 車輛 都會用不同的彈弓 大小牆 不咬 有時候 海豬 海豹 海豹 有点麻烦 好,够够了 够够了 缸底 大颗很厉害 核达呢? 核达是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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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达是哪个! 核达是哪个? 他都快点 其他现象 全原裝3,000 啞叉10萬 原裝400 有原裝蛋糕 頭6.5米的單速 尾2.5米 Coin bump in 0.5米 CAMBER頭1.5米 有什麼? 沒有 整部原裝 交車架 但是很神奇 這個車神經病 只不過是 因為它可能 沒有Low Bar 沒有Low Bar的車扭 在一些很急的 變聯彎 給油的彎 車太脫下 好美 這裡是浪底 所以 如果有選擇的話 建議就應該用 有些Low Bar 現在沒有Low Bar 基本上很厲害 還是車基本上 我暫時沒有想到是需要的 Low Bar 是其他一樣的 避震是可以用的 因為這條不是頂級 PIRMF 就是它 所有的虛位 順滑度 嚴常的問題 是可以用的 我沒有想過這條彈弓 你按下去好像很軟 但不知為什麼 放在這輛車上 好像很夠用 對 它夠硬 因為可能 大家看看 它不是走在腿的中間 或者是在底 它走在上面 頭尾也是 就好像有車 有車的避震 鋪上了避震 斜了 動作會慢一點 所以 這樣的設計 可能適合這輛交車 而且 它這個設計 你看到是V型 但是它有三條骨 所以 它 接的程度 它會比你 就這樣用的普通底兜 會比較好一點 這個 大家可以 不知道是否看到 你看一條皮帶 這輛車其實很快 但是皮帶 一點事都沒有 所以理論上 現在這一輛 我覺得 會是13.5TB 就應該是盡量的 就是千萬不要拿來 13.5TB 就好像過分了一些 即是Turbo 也不夠用這些車 對吧 但是現在證實了 13.5TB 4.5TB 控制了這些什麼 都可以跑到 是 還可以嗎 那麼 晚一點 我們會做一個 其他車的視頻 例如TD02 然後F1 之餘之餘 大家等待 看看 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 有些天水圍的朋友 就問 喂 我們的牆很跳 那我們是否應該設置 這輛車高一點 還有Downswap要多一點呢 斜高一點 還是壞鞋 跳不跳過CRC 跳過 跳過 好跳 我也跳壞了一隻Mini T-Serve 那你又跳不跳 哈哈哈哈 好跳 我真的不是去玩 你這輛車長停 不如這樣 我們要走 今天先到這裏 你不用上班嗎 不 不 糟了 糟了 好 拜拜 下次再說 拜拜 你好 有看轉彎有落嗎 當然有 好看嗎 沒有看 先介紹一下自己吧 我叫阿銘 是 玩了車多久 玩了車幾個月 噢 今天來做什麼 今天來操車 好 喂 轉彎有落有什麼 需要改善 或者有什麼節目 你想看多一點 呃 玩多一點買卡挑戰 噢 好 沒有了 就這麼多 OK 拜拜 Thank you 拜拜